我們這裡補充一下 如果你真的 我在裡面討論的 跟我們新制圖一樣 你討論了之後 那我裡面的東西很多 你是可以輸出成什麼 大尺寸的PMG 或者是可以列印用的PDF 什麼意思呢 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不管你是這個 還是單獨的白板都可以 我們到分享這邊 就是說你不是最後 我要怎麼樣 在線上看的話 你想要把它下載下來 就可以在這裡按下載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面有分PMG 還有有沒有適合列印的 我們講過其實像Canva 它也可以做海報 做卡片的這些印刷的部分都有 它也有一些初選的設定 跟各位平常在做一樣 那如果你是用PMG 那就是一般獨擋 你看尺寸 你有沒有發現 可以拉到5700x32 這樣應該夠大了吧 對不對 對我們一般來講 一般如果你不是要做 真的超大張的 一般的 大概A3 A4 還有甚至更大一點的 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你可以在裡面 白板裡面的也都支援全文檢索 所以你只要會Ctrl加F Ctrl加F 就是網頁上的搜尋 有沒有 或者是你在這邊 按一下鍵盤上的斜線 也可以 這裡面呢 你也會找到一個叫做全文檢索 尋找跟取代 其實就是打開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用這樣子 就可以找到你們討論的裡面 我剛剛有討論什麼 它就可以直接跳到裡面去 所以你善用這樣的工具 對各位以後 你們在做溝通 是真的方便很多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 跟大家介紹的 Canva的 這個白板的部分 當然有些同學 如果你不是在電腦教室 不是在電腦上 請問行動裝置有沒有一樣 一樣的 你在操作的時候 同學的行動裝置上 也是看起來一模一樣 都OK的 甚至怎麼樣 你可以在上面使用評論的功能 比如說 同學覺得 嗯 這裡 這個眼睛還不錯 但是 我們要先來問看看 同學對這個眼睛 有沒有什麼想法 到底要不要保留 我們來做個投票欄 你看這裡 有一個叫做評論 大家可以直接來評論嗎 或者是 我就想要找誰 找一找如雲 來講一下 你看 可以指派給如雲 有沒有 他會收到通知 他會收到通知 有沒有 就是你們可以針對你設計的內容 來做一些回覆 或意見 如果討論完了 我就把它打勾 就表示OK 那如果他 沒有太多想法 有沒有 因為現在大家 也這樣子 喔 同意 這樣也可以啊 有沒有 用貼圖也可以啊 就針對這一個去做討論 也OK 好 所以如果你們有一些設計圖 我想要透過這樣討論 也是可以的啊 你看他這裡就會貼了 所以工具很多 那就是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那他本身當然有一些限制 可是我覺得還好啦 還好 他沒有辦法在白板 沒有什麼動畫 樣式錄影啊 那也只有一千個 其實一千個我剛剛講過了 應該還夠 還有就是不能 做影片 所以你不能有白板的地方 如果各位你是在簡報模式下 你如果分享 想要把它直接下載成為影片的話 這樣會失敗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在這裡我是簡報 但是因為我擦了一個白板 所以他這裡就會告訴你 沒有辦法變成動畫 像這種小地方 各位你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